台海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一直都是外資的心頭大患 股神巴菲特今年初出清了 台積電的持股 那美國的避險基金 上一季也大賣台積電的ADR 台灣有很多的股民 或許不以為然 但是台灣經濟跟金融市場 還有國際局勢聯動的程度 非常的高 所以瞭解一下外資在想什麼 這就很重要了 尤其是本週藍白河確定 要共同繳筑明年一月的 總統大選之後 外資對於台股的看法 似乎就出現了變化 美國財經媒體彭博 引用了華爾街投資銀行 高盛的分析報告指出 從歷史來看 國民黨贏得總統大選之後 台股在短期之內 往往會表現得更好 並且表示藍白河作使得 台灣明年跟中國關係 能夠緩和的希望就增加了 讓之前擔心 民進黨再度連任 會讓兩岸關係 進一步惡化的投資人 鬆了一口氣 而這也可能是這幾天 台灣股會走洋的原因 那彭博這一篇報導 反映的或許就是 外資之間的風向正在轉變 根據高盛的統計 黑色的部分 就是一九九四年以來 台灣總統大選前十二個月 台股的平均表現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 紅色的線 是這一次選舉 截至目前為止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選舉前六個月 台股的波動就會加劇 而至於選後呢 如果國民黨選贏的話 我們看到藍色的部分 選後三個月 台股就會出現一波 選後的行情 但是如果民進黨勝選 台股的表現明顯不好 不過如果把時間拉長到 選後的十二個月 不管誰執政 台股的走勢都會往下 那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報導了 經濟學院預測的 二零二四年 全球十大趨勢 包括美中新冷戰加劇 而台海情勢 正是美中緊張的原因之一 但是國民黨 或者是藍白河的候選人 選贏真的能夠為 台灣帶來和平嗎 其實經濟學院並不看好 經濟學院認為呢 如果國民黨上台 短期之內 台海的緊張局勢 或許會緩解 那中共甚至可能會解除 對台灣農產品的禁令 但是這只會為台灣 製造出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中共其實不會放棄備戰 而且國際投資人的焦慮 並不單純來自中國 或者是台灣 美國在明年也即將要舉行 總統大選了 經濟學院網站 今天的頭題報導 就是川普如果當選 將會是全世界最大的風險 川普的形勢作風 他沒有周延考量 美國的現實利益 他也不夠完整顧慮 民主大國的核心價值 那在他看起來 放棄一個小島 避免跟中國開戰 可能會是一筆很划算的交易 經濟學院就指出 川普這種利益交換思維 再加上了共和黨的官員 對中國的強硬立場 可能會讓中國無所適從 對台灣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也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